好,我要示範的是Falling Safety 這個動作是為了病人在日常生活的時候遇到輪子往後倒的時候 有一個正確的保護動作 那這個動作呢,需要病人良好的手的抓握能力跟控制 所以它只可以在使用於在Power Padra的病人 好,那我先示範一下,講解一下這個動作 當病人輪椅往後倒的時候呢,他要做出以下三個動作 第一就是手要抓對稱的Armores 因為Armores,抓著對稱Armores的話就可以在你掉下來的時候 這一隻你的無力的腳會打到你的臉 然後這隻手就可以把你的大腿給擋住 第二就是手要抓著,另外一隻手要抓著原本的輪椅的輪框 把你身體倒下去以後,拉住不要滑出來輪椅太多 然後第三的話,就是如果病人的條件是比較好 他可以做Trumpflexion的話,就可以做Trumpflexion 以免你的頭跟頸先著地 那我們現在先來練習一下這個動作 練習有分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我們需要治療師的幫忙 治療師會沾在我們的後面 然後呢,把病人的輪椅給推理起來 然後等一下治療師就會發口令 跟病人講他會把輪椅往後拉 然後病人這個時候就要練習這個動作 做出那個反應 好,現在要把你拿下去囉 好 一、二、三 對,就是這樣子 當病人練習過好幾次以後呢 如果病人可以自己 可以克服那個恐懼自己 試試看倒下去的話 就可以在輪椅的後面 把Mate給疊高 疊高一點 一開始疊高一點 然後讓他試試看自己倒下去 之後練習過好幾次 如果他可以的話 就慢慢繼續把Mate給減少 就可以 逐漸到一個真正的Falling的狀況 然後我現在就來示範一下這個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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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現在要示範的是Falling with Mercury 如果你剛剛有一個良好的Falling Safety的話 你身體再倒下去以後 就不會滑出來 離開輪椅一個很遠的地方 然後這個動作也是需要良好的手的力量跟 shoulder的RM 還有抓握能力 所以也適用於在PowerFedra的定額 好,那我現在來示範一下這個動作 一開始呢,我們要把輪椅給固定好 所以呢,要先把煞車給鎖好 好,煞車鎖好以後呢 你就要把你的身體給調好 調整好一個位置 要把你的身體給拉進去的裡面 你的屁股要坐到坐墊卡住 那等一下的話 不然你等一下上來的時候 就會 身體在輪椅上面滑動 就會 不利於你上來 第三呢 就是 把你的身體給 抓輪框 或者抓Armless 也可以 把身體給拉起來 拉起來以後 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 手要抓 對側的Armless 這個 這隻手 要把你的圈給拉起來 還有有助於 輪椅給煞車 然後後面那隻手呢 就要轉身 以後 在 身體的正後方 有膩於等一下你的 用力跟Wade Shifting 好 接下來就是 後面的手用力 把你的身體給 拉起來 撐起來 那 當在病人 一開始練習這個動作的時候呢 需要治療師在旁邊 顧著他 以免他 真正在 有一次真正的Falling 還有提醒他 上來的時候 後面那隻手 隨著上來就要往前跟上 好 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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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到病人 到這裡卡住的話 就要提醒他 身體要 跑到這裡歪車 這樣的話就不會被卡住 然後 慢慢的 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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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上來了 好 那我現在來直接示範一下 發生 你 要是 做的 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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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現在示範的是 如果適用於在病人有一些手比較短的時候 他就要靠,上來的時候就要靠手的力量 把身體給rocking起來 好,我現在來示範一下 前面的跟之前的也是一樣 把輪影給鎖住 把身體給調好 把身體拉起來 鎖住要對上armless 後面的手要在身體生活法 有一些病人就會到這裡的話 鎖住已經是極限了 然後他就要靠 手的力量 跟身體配合 把身體給rocking起來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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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